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28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牛露露 4月27日 北京 天津 不少网友纷纷拍到夜空突现的神秘天象 断时江湖议论纷纷 有人说UFO再次降临地球 还有人说这是在试验某种新型武器 更有无所不知的军迷 直接说 这就是又一次的中断反导实验 这真是反导实验吗 露露对此表示深深的怀疑 当然持怀疑状态的可不是露露一个人 对于这次出现在津津等地上空的奇异天象 中科医院出面解释说 这只是一种发生在80至100公里高空的夜光云版的航计云 所谓的航计云就是飞机或其他飞行器 从高空经过时 台方的尾气预冷凝结形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不过飞机普遍都是在高度20公里以下的平流层中飞行 而这次80到100公里高空的航计云 很明显就是一种武器实验 为什么头一个可以排除的就是中断反导呢 原因也很简单 整个华北地区人口异常稠密 社会经济发达 根本没有拦截实验的条件 至于说为啥没有条件 您想想这万一实验后的碎片什么的 砸到谁头上 砸到谁家里 谁能乐意啊 所以这种实验通常都是在荒芜人烟的戈壁滩 大沙漠进行的 就比如新疆的库尔勒地区 还有这次神秘飞行物的伪迹 在上升到可见的高度后 就迅速转弯下飞了 这也不符合中断反导的弹道特征 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网友拍摄视频中显示 这一神秘飞行物在飞行过程中出现过突然转弯现象 中断反导拦截到时 针对敌方导弹的一种反制措施 追求的一击必杀 不可能来回变轨机动 而这种大角度变相 却正好和我国石马赫滑翔攻击的 WU-14飞行器的特征十分吻合 说到这儿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这又是一次高超声速武器的实验 之所以可以下这个判断 完全就在于视频画面中 多次出现的大角度转向 能多次大角度转向 就说明了这个武器极高的机动性 而高超音速导弹弹头的飞行轨迹 正好和这类似 也是先进入大气层后 再弹调出大气层 反复重复这个动作蹦起来 扎下去 滑翔再蹦起来 不管怎么判断 本次发射都可以说是通过东风17 或者东风26发射试验的一种 WU-14类型的新式变轨弹头 一小时打边全球WU-14的光芒还没暗淡 中国又研究出一款 可以一秒打出30万公里的超级杀手锏 很多朋友开始都不信 但直到打开这视频后 才被深深震撼了 微信搜索米粉防目公众号 观众后回复秒杀 了解让美国揪心不已的战略杀器 其实很多军迷朋友都能猜到 这是中断反导试验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放眼全世界 现在也没有几个国家有实力开发 试验中断反导这项世界最尖端的技术 就比如强大如美国 他们在进行中断反导拦截试验上的成功率 也50%不到 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事 大家不妨把小江丽再发回下 很大可能 那都将是又一次的高超声速试验 相比于中断反导50%的成功率 美国人目前在高超声速武器上的技术积累 那更是惨得可怜 自从上世纪90年代 美国人开始进行试验高超音速弹以来 基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眼看着中国人在高超声速领域 把美国甩得越来越远 无论军方还是政府 全美国真是着急了 这边16年新总统上台后 投入巨资 立马将海陆空军 还有臭幼工厂等原来的几个项目 拼合在一起 重新启动了高超音速弹项目 特朗普上台都一年有半了 美国的高超音速弹还是没有大新闻 说真的 有时候这世上的事啊 真不是您砸钱砸人 努力就可以办到的 关键还得看是不是得窍门 要测试高超声速弹头 核心就得有能提供高超声速条件的激波风洞 没有这个金刚钻 再怎么折腾也罢瞎 瞧不瞧 直到今天美国人还是没有能搞明白 爆红反向激波风洞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目前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再投钱投人 也是着急也吃不了热豆腐的状态 而反观咱们中国 不光已经成功开发出了 十倍因素GF12 高超音速爆红激波风洞 更加先进20马赫的高超音速 爆红激波风洞 也就是这一两年内就出现了 正所谓是天下武功无间不破 为快不破 从古至今 人类对于武器速度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歇 今天中国的高超声速武器 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之欣喜 不过高超声到底有多快呢 今天露露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火箭发射手游 游戏中玩家需要根据要求制作并发射火箭 对火箭实行外太空分离 发射卫星并建造宇宙空间站 甚至返回地球等任务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惊心动魄的太空之旅 感谢观看